《千年戰爭》 大家好,歡迎收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是去年口碑票房都超好的韓國電影 《與神同行》的續集《與神同行》終極審判 由於第二集的故事是直接從第一集之後開始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第一集的話 或許可以先去看一下我們幫上一集做的影片 在續集裡,故事的主軸 從英勇的消防員金字鴻 換到了他的弟弟金秀鴻身上 在第一集裡我們看到 金秀鴻遭到關懷兵袁東炎意外槍殺之後 被部隊裡的普中衛誤認為死亡 而為了湮滅證據,想要把他埋起來 沒想到金秀鴻其實只是受了重傷 但是補中衛為了要逃避責任 一不做二不休,將他活埋 金秀鴻也因此成為了冤死鬼 在人間和陰間都掀起了很大的風波 在第二集裡,金秀鴻冤鬼的身份 讓他原本無法接受審判和轉世 因此陰間三十者的任務 就是要替金秀鴻洗刷冤屈,通過審判 成為他們千年以來成功轉世的第49名貴人 續集的故事雖然延續了上一集寬恕的主題 但是對於贖罪跟原諒卻做了更深的描述 也透過了每一個角色的過去 教會了我們許多重要的事 這集的重心圍繞在三位陰間使者 在千年以前還在人間時的故事 原來江陵、解怨邁還有李德春 三個人不止早就認識 彼此之間還有很深的淵源 江陵出身名門是高麗大將軍的長子 也立志要繼承復業為國家效力 解怨邁則是同時期高麗的致命武士白狼 以殘酷勇猛聞名 李德春則是當時常與高麗發生衝突的女真少女 雖然父母雙亡卻努力照顧著其他的孤兒 詳細的劇情我們就不贅述了 但是隨著故事發展我們才明白 當年李德春的父母是死於解怨邁之手 而解怨邁和李德春又雙雙死於江陵之手 但是殺死江陵的卻是李德春 這三個人生前的恩怨之身 要靠著他們在成為陰間使者之後的一千年裡面 才能慢慢地化解 但當一切真相大白 他們除了各自贖罪之外 也選擇了原諒彼此 而從他們的寬恕裡面我們感受到 會選擇原諒 是希望對方仍能留在你的生命中 You choose to forgive When you want to keep some people in your life 這次續集故事的主軸是陰間三使者 想要洗刷金繡紅的冤屈 好讓他得以轉世 但是金繡紅從一開始就很明白地告訴了所有的人 他一點都不想要轉世 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冤屈是不是能夠被洗刷 但是到了後來 當金繡紅看到開槍打他的關懷兵袁東元 因為內疚而痛苦不已時 他不斷鼓勵袁東元勇敢地坦承自己的錯誤 後來面對害死他的元凶朴中衛時 金繡紅同樣地希望朴中衛可以認錯 金繡紅的胸懷其實非常地難得 因為他這麼做並不是為了自己想要得到道歉 或是想要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冤居 在陪著江林經過審判的過程裡 他深深地感受到了 被罪惡感給折磨的痛苦是有多麼的深 所以他真心期待袁東元跟朴中衛 可以不要再受這樣的痛苦 希望他們能夠真誠地面對自己所犯的錯 才能夠真心地去贖罪 也才能夠得到最終的救贖 在兩部電影的這麼多角色裡 其實金繡紅是最為豁達的 別為過去的事留下新的眼淚 就是他真心相信的真理 已經發生的事不能改變 那只要能夠真心悔改 並且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那任何人都是值得擁有第二次機會的 而他的胸懷也告訴了我們 真正的釋懷 是就算得不到道歉 仍能選擇原諒 You know you have moved on when you are able to forgive even without an apology 這次續集的故事比上一集多了更多的轉折 也揭開了許多之前留下的伏筆 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就是江玲公子的秘密了 在陰間三十者中 江玲是唯一一個保留了生前記憶的人 也因此在過去的一千年中 他始終都背負著生前殺死了解怨脈和李德春的愧疚 隨著劇情發展我們發現 江玲身上最沉重的枷鎖是來自於對他父親的見死不救 而我們後來也明白 閻羅王保留了江玲的記憶 就是希望他能夠在這一千年裡面 好好地替自己的錯誤、贖罪 但是整部片最大的震撼卻是最後的揭曉 原來現在的閻羅王其實就是當年江玲的父親 在兒子見死不救後被上一任的閻羅王徵召來接任 但是作為條件,父親希望能夠改變容貌 而江玲父親的這個決定讓我們非常地感動 他一方面希望兒子能夠贖罪 但是他更不希望兒子為了害死自己而一直痛苦 而在成為閻羅王後的一千年裡面 他仍然不斷地替兩個兒子們安排救贖的機會 閻羅王的用心良苦徹底地展現寬恕的最高境界 那就是愛 因為 愛就是不用等待道歉的原諒 Love is the forgiveness that came before the apology 這次的續集跟上一集比起來在視覺上多了很多的華麗特效 在娛樂性上也做出了突破 雖然催淚的程度這次稍微的減少了 但是卻解答了不少上一集觀眾的疑問 演員們的演出還是一樣的精彩 而三位使者們也因為多了前世的戲份 讓觀眾看到了他們跟以前很不一樣的演出 不管是斯文的江陵公子的黑暗面 搞笑活潑的解約賣的嚴肅戲 以及活潑可愛李德春的堅毅面 都大大的替這些角色添加了深度 如果你喜歡上一集的話 那這次的續集也相信不會讓你失望喔! 粉絲